今天是我们尊敬的唯物法师 出家三十周年纪念的大好日子 和师父有了六十年的交情 或许说是道群吧 非常赞叹看到师父 从一名优秀的专业知识佛教青年 成为默默耕耘 为佛教做出许多贡献的一名佛门龙像 今天的近距离新连心 是一系列的对话 每五年一次 这回是第三次了 每次通过类似的对话 我们都可以体会到出家后的唯物法师 是如何坚持道行 谈香体系不只是一座 或者是几座道餐而已 而是涵盖着学术、教育、复利 以及提升宗教勤操的修行东西 它不仅是马来西亚的 也是国际的 它不但关注现在 也放眼未来 师父祭万 整个谈香体系带动佛教走上现代化之路 以正知正见的佛法 推动社会关怀 文化提升 净化心灵 达成人间净土的视线 首先 我想请师父 综合过去三十年出家历程的心得 与我们分享 各位在现场的 还有现场的独产人 大家早上好 非常高兴 在这个五年后 我们大家都爱过这个COVID 这个三宝的价值呢 那我们今天还能够在这个线上 或者现场的做这一段的无意义的交流 如果说综合三十年呢 那这三十年出家的还是在学习吧 这也许就是很多人所谓的终生学习吧 我把重点呢 放在过去的五年吧 对我来说呢 这个COVID 是COVID COVID 菩萨 一个现 问路金刚这样的菩萨 他给了我们的一个 转型的契机了 所以这个是别于谭乡的转型的契机 所以过去的两年呢 谭乡成长了许多 在三年前呢 我就开始 为这个结班的问题上 做了一些的安排了 目的就是想为谭乡留下一个 依法不依人的制度 大概五年前过星也也提过这个问题的 有人在问说 唯物法师不在之后呢 韩乡还有国际国教大学呢 会怎么样 那我想说的就是 文物法师不在的时候呢 韩乡跟国际国教大学会更好 因为我们呢 如果有一个依法不依人的制度留下来呢 那大家就不用关心了 但是这个只是三年前开始啊 开始做了一些的安排啊 在这三年里面呢 也发现了很多呢 还需要加强改善的地方啊 我只能够 引了孙中山先生呢 他讲的一句话吧 他说革命尚未成功了 统治 人需努力 所以这方面呢 我们还是啊 有一些需要去加强改善的 如果说个人法 我们大家呢 都要认老了 五年前呢 我们还是六十多岁 现在我们两位呢 七十多岁了 英文有一句话啦 说 you have think older and wiser 我只能够说 definitely older but not social but wiser 但是至少呢 已经看到了 以前呢 太过致富了 现在呢 直到自己体制是很微小 所以我只想做一根小蜡蜡 我们还有多少个五年呢 看到别的宗教呢 在过去的 疫情期间呢 那种关怀社会的活动呢 比佛教呢 来得更加积极了 所以我们应该 欺惨蜡蜡蜡蜡 也要感谢他们 让我们呢 就是知道我们大家呢 需要更加积极了 所以过去的两年呢 我们很多的 佛教道场 很多的佛教团体呢 就乘去 睡睡 睡觉 我在 几个月前呢 到 一个佛教会的时候 我说 应该要睡醒了 不能够在地上睡觉 不然的话我们说 怎么行不怕到 要 力念成佛的众生呢 那个只是 在自欺欺人 大概这几句话 都应该开场拜吧 那就再看看过去 还有什么有趣的问题 我们再讨论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